字幕by索兰娅 2月10号时光音乐会第9期周深专场将会引爆一轮周深音乐热马 答案是肯定的 周深音乐的魅力和激情将在2月10号晚被周深 黄岐山 荣祖儿 梁龙 田正 阿渡 孙岳 胡夏轮番点燃 这应该是我们最期待的一期了 这一期选择的歌曲是周深 从出道到目前对于他成长很有意义的歌曲 由这些歌串联成他的音乐成长故事 荣祖儿 化身孤岛的京 这首是周深被挖掘出道的歌曲 是买下版权送给歌迷的歌 荣祖儿只要拿出当年唱这么近那么远离的那种痛彻心扉 就一定能在化身孤岛的京 这首歌里杀疯了 梁龙将演唱二次元神曲 一人分饰八个角色的达拉崩巴 这首歌是让周深在歌手节目中大放异彩 破次元火遍全网的歌 无下演唱水行物语一定会杀风 这首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同名推广曲 在曲风上是最接近大鱼的一首歌 有一种奥斯卡视觉下的深海色调 湖下的深情难散 有能力让这首歌从深蓝中上浮 黄岐山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这首歌是周深最想表达的歌唱的精神内核 当生活总该迎着光亮遇到在音乐上大气晚成的黄岐山 共情瞬间就会偷偷而起 《大开大河》的黄妈也一定会在这首歌里杀风 观众的泪线也将被她撕裂中带着哭腔的高音彻底击穿 田镇演唱《若思念变思念》 若思念变思念曾是周深在中秋佳节诉说相思的一首歌曲 带着浓郁的古偶剧爱情元素 广寒宫里藏家人十年男友已相见 如今这份心境来到了田镇这里 她在腹筋追悉的澎湃中 定会让若思念变思念迸发出凄美的绚烂 我知道你在眷恋 眷恋再不会走远 运气你知道我在期盼 期盼你回到身边 人若思念变思念 终会相见 一路演唱《触不可及》 《触不可及》为美国同名电影推广曲 洋溢着欧美大片的音乐气息 在《中英文交替》中 倒进了爱而不得的落寞 当这首歌曲《遇上阿渡》 将又是一个撕裂的夜 三月则演唱《不想睡》 这首歌曲是周深给粉丝唱了十年的歌 特别有意义 做一番比较美 爱我的人还没睡 不想睡 为了陪你一见面 还要让我心如的醉点 真是你只能冤枪 只请问我 但命运当不败活着 该想料不败 周深决定选择《流浪地球2》的主题曲《人世》 一是为电影收官阶段的票房 添上最后一把火 二是为歌曲创作者 钱雷唐田在大英宗上站一次台 三是让这首歌告诉所有人 今后的周深将会在男生屏上纵横驰骋 即使周深没选大鱼 所有的嘉宾都心照不宣地回避了大鱼 将这块圣地留于本尊 《人世》的首次现场太有难度了 超级期待 除了现场的演唱 也十分期待周深来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想必对于我们来说 又是一场情感风暴 《时光音乐会2》第十期 将成为该档节目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期 因为它来自周深专场 再见了我的月光 我的蓝 我的爱 钢铁的举手在鸿鸣 我们拒绝走入夜晚 摧毁我深爱的一切 客人多不走我的选择 我觉得说要唱新春特辑的时候 我想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祝福 祝大家新春快乐 然后事事顺心 身体健康 兔年吉祥 等等等等等等 一切下面省略了800字个祝福语 我是编不满800字的 总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特别 开心的一个祝福吧 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想到 有一首我一直都特别喜欢 从小喜欢到大 然后我又一直没有机会去演唱它的歌 那就是好春光 我每次听好春光的时候 都会非常非常开心 所以我在想这首歌 说不定也挺适合新春特辑的 其实最适合新春特辑的是 《欢乐中国年》 但是在月姐那一期 实在没有没有无助 还是把它唱出来了 但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适合 就祝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呀 会使我们自己所有的付出 都可以赢得属于我们自己的好春光 也是一首我听了就会很开心的歌 当时在想要怎么去改编这首歌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原版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大家的心里面 而且再配上以前那些剧情画面 是很难去让大家再感受到同样的喜悦的 那我在想那干脆就做一个轻快版的 然后甚至稍微加一点点 一点点爵士的感觉 因为我也没怎么唱过爵士 所以也算是一个新的风格 一个新的挑战 就想要他轻轻松松快快乐乐 然后摇摇晃晃的 但里面肯定也不能够少了我们自己的民族乐器啊 所以我们有一位笛子的老师帮我们一起演奏 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很快乐的一个好春光 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拥有开心快乐的好春光 光 光